来 珊娜老师 你们刚才描述的 所有的场景 我内心的一个声音说 哇 这个女人好幸福啊 就一次不接机 在你来说就已经是大事了 因为她以前就 对 因为她每次都接 因为她 我就 所以一次不接 就会造成你觉得 这个男人不关心我了 你想想 长达十年的婚姻 当一个人一直不断地付出 不断地付出 然后呢 稍微有一丁点的不对劲 你就会觉得 她不爱我了 或者说她对我 没有以前那么照顾了 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在这段关系当中 看不到自己拥有的 而且我想说 婚姻当中两个人的互动 一定是相互的 她给你打电话 不是永远要一直 她给你打电话 你为什么不能 回过去一个电话 问问她在干什么呢 而且在你们两个人 刚才的对话了解当中 我们分明能感受得到 其实她对家庭的付出更多 所以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好好想想自己拥有什么 好吧 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沙桃老师 你们结婚十年 刚才我听到之后 我心里也是一动 因为我跟我老婆也恰恰是十年 你们两个人的故事 给我一个提醒 我在十周年 一定要做一些不一样 男生其实对家里 对老婆付出很多的 只不过呢 不是很愿意去说 或者说不愿意去改变 老婆一直说 你不够关注我 你不够关心我 是这样吗 其实不是 只不过是 我们从初恋 热恋到结婚 到生活 其实关注的形式 是在发生变化的 我就在脑海里 想一个场景 我在和我老婆谈恋爱 结婚的初期 我都在用眼睛和心 一起去关注她 比如说 她一出现 我的眼睛一直是在她身上 不管我们在一起 做什么的时候 我经常会看看她 现在呢 我更多的是在用心 比如说 老婆下班回来了 我知道她回来了 我心里有踏着 但我不会再去 关注她的脸了 不再关注她 回来之后 她做什么了 但是她一直在我心里 如果哪一天 本来应该 她是六点半 一定会到家的 但今天的七点还没有到 我会很着急 我会给她打电话 她可能那个下班路上 去买水果 买吃的了 回来晚了 我放心了 但她回来之后 我依然不会关注她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 已经在我身边了 我关注是在用心 老婆这会儿 是能感受到 OK 但是你发现没有 近期 近一年以来 你老婆已经不再 满足于如此方式的关注 而你呢 这会儿就没有关注到 她的这一点变化 你应该去改变一种方式 去关注她 就比如说 以往的九年 我的结婚周年 我都不会准备礼物 我都不会做什么特殊的事情 但是第十年就需要去做了 明白吗 老婆有变化了 你要关注到 你要随着这个变化 也去变化 在这方面做一些改变 我相信你们会更好的 就这样 好 谢谢邱老师 来 附老师 十年前 很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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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